因為颱風現在有轉向 也有可能會在東部這邊登陸 那我們為了整個財產安全 以及遊客的安全的著想 所以我們今天先把它做一個拆卸 基本上我們是以縣政府的通報 如果它有通報說是停止上班上課的話 那我們就是直接休緣 防台的部分我們所有的 像陽傘或者是一些旗幟 或是屬於非固定式的東西 我們都會把它拆卸下來 甚至招牌我們也會做拆卸 因為避免它掉落去砸落到員工或者是客人 大概十幾個吧 明後天兩天 基本上也是在停航的狀態 雖然這個颱風現在預估 應該不會直接清洗花蓮 不過我們這邊的防台還是一宣先做了 以往小颱風 我們可能簡易的大概就套幾條繩子 今天這個颱風可能直接清洗 而且它是從南邊往上走的話 這個對我們東部海域 跟沿岸的影響可能會非常大 造成的湧浪也會非常大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防台 可能我們的細繩 細籃可能都要再增加好幾組的這個防台工作 如果我們這次的防台工作 就知道了 我們來的防台工作 我們來的防台工作 可以做了